哎,這今天的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啊 看到這個俄羅斯轟炸機、坦克從天而降 整個的烏克蘭現在陰雲密布 去過烏克蘭的人都會知道 那個陰天就像那個英國的陰天一樣 會讓你窒息,嘎嘎的冷 你想想整個城市的感覺那種壓抑 現在城市中心聚集著那些無辜的 不知道該如何地方去的人們 太殘酷了,這個戰爭力我們並不遙遠 它非常的淒慘 從人類上所有的戰爭看 沒有一個戰爭不是扯淡的 沒有一個戰爭是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有利的 都是極少數人的瘋狂的個人權利和個人的危機和精神疾病 還有都是因為爭博女人的戰爭 就這麼荒唐 現在普京爲了什麽?習海洋爲了什麽? 我再次的告訴大家 如果你不信爆料革命,新中國聯邦那就去吧 這四五年來走下來發現信的則信 不信的你喊啥也沒用 人他是有緣分的 跟新中國聯邦,跟爆料革命,跟七哥有緣分的 他自有緣 沒緣分的,沒啥事兒 沒這 怎麽辦也沒有 所以說兄弟姐妹們,這就是緣分,這就是人生 烏克蘭這個,我好多朋友都跑出來了 哎呀,從昨晚那天再過,電話那就是哭 謝謝你Miles,我們都出來了 哎呀,多有錢的人 親人在國內在戰爭中他都痛苦 不是每個人把全家都弄出來的 很多人家人還都在呢 痛苦吧 咋辦呢?咋辦呢? 世界就這麽瘋狂 這個國家就成為了世界上的政治經濟的犧牲 七哥已經,李安子說了三四年了 世界經濟一定會崩潰 沒選擇,世界找了個崩潰的理由 不是共產黨的病毒,也不是疫苗 烏克蘭戰爭,這個黑國北大 俄羅斯一夜之間的45%的股票暴跌 昨天晚上的大宗交易市場 十七匹幅啊,有的一個產品能過十幾手 過去五十年都沒有 現在這市場啥樣我也不知道了 一定是暴跌 供應鏈一定是崩塌 然後石油商爆發 然後等一段時間,啪啥都會暴下來 這個起起伏伏多少價格人亡 如何設置 右上把崩潰發 伏伏 Χ